今天来介绍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 ATXT 那么它是一个文字替换的一个工具 只要我们输入了一小段的缩写文字以后 再按下一个触发的文字以后 它就会自动展开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容 这样子的工具以前我们在Windows里面最常使用像AutoHackkey这样子的工具来完成它 但是因为AutoHackkey我们基本上还要去学习它的撰写的一个脚本的一个语法 如果说你觉得没有必要再去学一个新的语法的话 你可能就会觉得AutoHackkey可能用起来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门槛 但是这ATXT它就是完全不需要你去学习任何的脚本语言 我们就可以直接透过它的图形界面来很轻松的很方便的来做到一些功能非常齐全的文字替换的工具 这个工具除了能够在Windows里面使用 同时它也有MacOS的版本 差别的地方是MacOS它会需要美金4.99元 这个价格其实已经比我们可能在MacOS上面经常使用的这个Text Expander便宜很多了 Text Expander目前好像是必须是使用订阅制的 每个月好像都必须付出一个费用才可以使用这个Text Expander 但是现在我们在MacOS上面其实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ATXT来取代这个Text Expander 事实上我们先前也介绍了另外一个工具叫做Expansor Expansor是完全免费的 跟ATXT比起来当然就是Expansor还是需要去做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语法的一些设定 它是使用YAMO格式 因此我们就必须自己去编辑YAMO格式的内容 这个格式如果各位不是很熟悉的话 有时候可能会写错 那就造成它没有办法很正常的来执行文字替换的功能 现在透过这ATXT我们就不需要去学这些语法了 我们只要透过像萤幕上看到这些图形的界面来做一些操作 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来产生出我们需要的这些内容了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再来介绍一下 我们要如何来很快速的能够来了解这个ATXT它的操作的方法 ATXT安装的非常简单 Windows你只要到微软的商店里面 去直接下载它就可以了 因此它可以直接从Windows的Store里面直接去下载 或者是你直接到它的网站上面去直接做下载 当然也是可以 就是直接到这个ATXT它自己的官网去做下载 我会建议如果说你是使用Windows的话 你就直接用从这个Windows商店里面直接去下载 将来要升级或者是你要去购买它的高级版的话会比较容易 如果是MacOS的话 你当然也是可以从它的网站上面去下载 要不然其实可以用Homebrew Homebrew直接install它就可以找到ATXT 我们实际的学习的方法当然最快就是看它的基本附的这个Examples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 基本上ATXT把它的整个设定的结构设定成了三个层次 也就是第一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群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Default Group 或是这个Examples 就是第一层的群组 在群组里面还有纸群组 因此像这个Basic或是这个Aros 就是纸群组 展开以后的这个内容才是一个一个的Item 这每个Item就是一个一个的项目 就是可以设定缩写跟展开后文字的一个设定的一个单位 这个就会被称作是Snippet 也就是所谓的片段 程式码的片段Snippet 每一个Snippet它只能设定你的缩写是什么 然后要展开后的文字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像我们举这个最简单的这个Thank you 它的缩写是TY 展开后的内容是Thank you 因此我们就只要输入TY以后 它就展开成Thank you 这样子的文字的内容 我们直接在这里面来做一个示范 我们在这边我直接打上TY 单一个空间棒 它就会直接展开成Thank you 如果说我要展开成这个Thank you very much 它的缩写是TYVM 我们就输入TYVM 它直接就展开了 也就是我们什么缩写展开成什么内容 就是在这个Snippet里面去做设定 Snippet它的格式可以设定成很多种格式 它有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它设定成 你是要用纯文字还是要用这个 副文本的方法 Rich Text 还是HTML格式 还是你也可以用脚本的格式 或者是一个图片的格式 通通都可以接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事实上刚刚看到 我打TY的时候 我必须要按一个空间棒 要按一个空格 它才会做展开 但是我输入这个TYVM 不需要按这个空间棒 它直接我只要打了TYVM 那个M一打 它自己就展开了 那个区别就是 它的文字展开的方法 是设定在群组上面的 因此我们在这个Basic这个群组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Expand After 这个就是你触发 这一个缩写的方法 它这边就是使用第一个Type Abbreviation 就是你的缩写打完以后 它就立即就展开 它另外还有一个 要输入了 分个触发文字才会展开的 而且会保留触发的那个文字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那个 Thank you very much 按了空白 那个空白如果要留下来 你就要选这个Keep Delimiter 如果按了空白出发以后 这个空白不要 你就要选这第二个 因此它或者是你可以设定一个快捷键 按了特定的一个快捷键 它才做展开等等等 或者是说你要做这个确认才要展开 这边都可以来做选择 我们看到这个Basic 是直接输入的缩写 输入完毕就立刻展开的 后面这个必须再输入一个空白 或是Enter 它的这一个展开的方法 就是在这边 它说要Press Expand Abbreviation 它Key 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个 就是要不要含那个分个触发的那个字元 那这些就是都是设定在次群组 或者是最上面的这个群组里面 都是也就是说 每个项目没有办法指定它的触发的方法 而是设定在群组上面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我们再看一些复杂一点的内容 如果你想要输入一个复文本的内容 比如说我这边有个图片 然后我的这个字元都有一些格式 那这样子的内容 当然你就是必须在像Word 这样子的文书编辑程式里面 才可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因为有图片 你一定就是需要在Word里面才有办法做展开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我启动了我的Word 好 那这个缩写是MySign 因此我们就来这边 我就直接输入MySign 它就马上展开了 它就马上展开成我们要的这个格式 这个就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比较复杂的格式 Ridge Text的方法来做 这个如果要那个AutoHacky来做的话 就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透过这个Atex就可以很简单的做到 我们在编辑一个内容的时候 它的编辑的方法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在这个下面这边 如果在这个Thank you very much 后面要再加上一个内容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右键 在这边直接做插入 插入的方法有很多种 我可以再插入另外一个栏位的内容 或是插入另外一个Snippet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要插入我的人名的话 比如说我这个Snippet选了以后再选Example Example的Basic里面 可以找到我的这个MyName这个Snippet 然后就把它插入到这边 它会变成是一个这样子的格式 我们来展开看看 我们要实际上看内容 不必执行 我们其实在它这个编辑区里面按右键 这里面就有一个Preview 它会马上预览出来 你看到它这边就已经抓到我的这个 MyName的这个片段 它对应的那个内容 也就是我们设定好的这个内容 它就直接就显示出来了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使用 然后它有更进阶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插入时间 这边你就可以用这个按右键Insert 这边就可以用这个Datetime 来设定一些日期 这个日期也有方法可以来设定 你要找下个礼拜 下周一的日期 或者是下个月的日期等等 这些你都可以自己来做设定 所以说它是蛮有弹性的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栏位的方法来做 也就是表单 我们的表单也可以透过它来处理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内容 它在这边 会有个Hi 然后会有一个输入的栏位 这个当然都是从右键的Insert 这里面 这个Field里面都可以来做设定 然后有了这些内容以后 我们下面就有一些内容 然后又再去抓另外一个Snippet的内容 这样子的格式我们执行看看 它是它的缩写是这个小写idea 好 我们现在使用我这个Text 我在这边我输入atidea 好 它马上就弹出一个视窗了 这个视窗就是ATXT 自己会弹出来视窗 是一个表单 我在这边我们就可以输入任何的东西 比如说 一个人名 然后直接按OK 它就会把这个组合好的内容 贴到我们的文字里面来 它这个就是表单的功能 可以说透过这个表单的功能以后 我们有一些类似mail merge 这样子的功能就可以很快来达成了 事实上ATXT不是只有单纯的 可以帮我们做文字替换而已 甚至于我们要用脚本的方法来去取资料 它这边也有一个设定的方法 可以来帮我们做设定 就是我们只要指定我的这个snippet 它的格式是所谓的script 在这个script里面 它现在现有有这么多种的 脚本语言可以来选择 比如说像这个范例 它就是Windows的批次档的写法 然后写完以后 最后就是用这个echo 把最后组合出来的内容给显示出来 它也可以用这个脚本的方法来取得 某一些内容 所以它可以再来做一些 自动化上面的一些控制 然后它还可以再设定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指定 我有某一些参数在这个内容里面 我有一些参数可以来做指定等等 可以说它其实功能非常丰富 今天我们大概就是简单的介绍了这几点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自己再来试一下 尤其是使用macOS的朋友 其实它的费用只要4.99元 可以说比这个tax expander便宜非常多 它的功能其实也很完整 大家可以考虑看看是不是来使用它 另外就是Windows 虽然是可以免费使用 但是它有一些进阶一点的功能 是必须要再购买它的高级版的 比如说我们按的右键 选择这个insert以后 它会有一些高级版的功能 是在我们免费版里面没办法使用的 如果你想要使用它这个高级版的功能的话 它就一样是从微软的商店里面 去做购买的动作 也是4.99美元 有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考虑看看 不过我是觉得如果一般性的使用 其实它这个免费版的功能已经非常足够了 好,我们今天就是介绍这一个 Atex的功能给大家 另外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我们的群组 这边会有一个表情符号的 这一些预设好的这一些内容 要怎么把它加到我们的Atex的里面 它其实是内建的片段 我们只要点击最左上角的 这一个A的这一个符号 然后这个里面就有一个Build in Snippets 你就选到这个Emoji 然后点了以后它就会做贿赂的处理 因此我们就会多出这个Emoji 这一个群组出来 你就可以直接来插入这个内容 今天我们就介绍这个很方便的工具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在平常文书处理输入的时候 能够在效率上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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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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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